美国联邦法警在加州首府沙加勉渡的一个港口 扣押了一艘名为中国精神号的香港货轮 原因是船东未支付一笔40万美元燃油费 21名中国船员困在船上三个星期 直到前天周三才可以离开 陈硕加报道 一名被困船员描述 他在到达加沙勉渡之前 中国精神号的船东就已经警告过他 这艘船可能会被扣押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市员一宗诉讼指控船东和另一家公司 在三月份未能支付阿联酋港口40.8万美元的燃油费 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对该船的扣押令 正在竞选West Sacramento市议员的 ILW国际码头仓库工会 Local 18的主席Tim Campbell表示 他最担忧的就是船员的安全 Kampbell表示 一旦法律纠纷在庭上得到解决 码头工人将开始将大米重新装载到这艘船上 继续运往约旦 根据ABC Tim的报道 据当地码头工会主席声称 该账单现已全额支付 中国精神号船舶和船员在被迫滞留在海上三个星期后 终于可以离开 该船需要重新装载2万吨大米 估计会在今天起航继续前往约旦 26台记者陈说家报道